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猎奇手册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个发生在新婚之夜的悲剧故事 主角名叫李荣福,与他的未婚妻钟一勤 都是出生于江西省渝都县卢奥镇的一个宁静小村庄 他们俩不仅年龄相仿,家庭易住的不远 从小便一同走读学校,可以说是从小晚到大的伙伴 李荣福年长钟一勤一岁,学习上他总是领先一步 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尽管外貌平平,身材不高 这些都未能影响他的学业成就 李荣福家境贫寒,这让他在学生时代显得格外自卑 然而正是这种自卑感激发了他的求知欲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与李荣福不同,钟一勤自小性格开朗,乐于助人 在村中他以美丽和善良著称 每当有人忽视或者嘲笑李荣福时 钟一勤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维护他 他的哥哥和李荣福是同班同学 因此他自小就把李荣福当作哥哥的朋友 甚至是自己的另一个哥哥 他对李荣福的尊重和钦佩源于 他在学业上的注意以及他的人格魅力 1991年,钟一勤16岁 初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 便随姐姐前往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而李荣福则考入了县城的高中 自此,两人每年只能在春节期间短暂团聚 1993年春节,李荣福再次见到了久别的钟一勤 他的变化让他心动不已 钟一勤在外工作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美丽和时尚 这让李荣福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爱慕之情 然而,他因为自己的外貌和身高感到自残心晦 缺乏向钟一勤表白的勇气 尽管如此,李荣福清楚 只要能够考上大学 就能为追求钟一勤增添信心 他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学识赢得他的心 在那个金秋的季节 李荣福顺利通过了高考 被干男医学院录取 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对于出身贫寒的他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此时的他 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 终于有资格追求钟一勤 一个在远方广东打工的女孩 也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朋友 怀揣着对钟一勤的深情 李荣福开始了勇敢地追求 给他寄去了一封又一封充满爱意的信件 然而 钟一勤对李荣福的爱意并不是那么上心 他还年轻 对爱情有着自己的理想化想象 总梦想着那个高大帅气的白马王子 因此 尽管李荣福的诚挚和执着 他还是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追求 但李荣福是个不轻易放弃的人 他的学习成就和事业潜力 源于一种难以动摇的坚韧和勤奋 他没有因为一次失败而放弃 反而更加频繁地给钟一勤写信 每周至少一封 他的信中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恳切的词句 任谁读了都会感动 正是这种不懈的努力和执着 最终打动了钟一勤 他开始回应李荣福的感情 两人便通过书信交流 情感逐渐加深 在那个缺乏及时通讯工具的年代 书信成了他们情感交流的纽带 显得尤为浪漫和珍贵 然而当两人的恋情逐渐公开时 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 李荣福的父母认为 作为大学生的他 应当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配偶 而打工的钟一勤 在他们眼中显得不够格 反观钟一勤的父母 虽然认为李荣福有出息 但他贫穷的家庭背景和平凡的外貌 让他们担心女儿将来的生活质量 尽管双方父母的反对和规劝 李荣福和钟一勤的爱情却坚不可摧 钟一勤为了支持李荣福的学业 甚至开始省吃俭用 定期寄钱给他 帮助他在学校中无后顾之忧 李荣福深受感动 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他的这份深情 这段关系展现了一种 化约物质和身份的纯粹爱情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李荣福坐在昏黄的灯光下 提笔给远在他乡的钟一勤 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 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钟一勤的深情和感激 亲爱的勤勤 没有你这些年的支持 我的学业之路无一会困难重重 没有你的爱 我的生活将如同一片荒凉之地 缺少了色彩和生机 我要与你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我都将是你坚定的依靠 我承诺将用我全部的努力 让你的生活充满幸福和喜悦 成为周围人羡慕的焦点 信中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真诚而感人 难怪钟一勤读后会深受感动 在李荣福的不懈追求和真挚情感面前 双方父母最终无法继续反对这段深厚的情感 他们看着两个孩子坚定的爱情 最后也值得默许他们的关系 为了不让相思之苦折磨彼此 每当放假之际 李荣福便会不远千里 前往钟一勤所在的城市 两人相聚时总是互相鼓励 共同规划未来美好的生活 这份爱激励了李荣福 完成了艰难的五年医学本科学业 并顺利考入了广州济南大学的研究生院 这在他的家乡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然而钟一勤的心情却是复杂的 他为李荣福的成功感到骄傲 但内心深处却难免忧虑未来 他担心随着李荣福地位的提升 他可能会离他而去 当李荣福传来考上研究生的喜讯时 这种矛盾感让钟一勤感到 无法完全开心起来 面对钟一勤的不安 李荣福再次向他保证 无论未来如何 他永远是他心中的致癌 当我研究生毕业 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我会娶你为妻 让你不再需要去工厂辛苦劳作 你将会是家中的贤妻良母 享受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这番话终于让钟一勤感到了一丝安慰 决定辞去在钟山的工作 前往广州与李荣福团聚 然而不久后 钟一勤的心情再次陷入动荡 他担忧自己的学历和社会地位 与李荣福的差距太大 这种不安让他痛苦不已 李荣福健壮 便提议钟一勤也可以考虑提升自己的学历 一勤 我们这里有一所提供成人教育的大学 你完全可以考虑继续学习 提升自己 可这对于一直在工作的钟一勤来说 不是件容易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钟一勤虽然重新踏入学堂的大门 但他的内心仍旧无法平静 他对李荣福的爱混杂着强烈的不安与占有欲 总在想方设法 确保自己在李荣福心中的位置 每当李荣福回家 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学里的心知 和所学的医学知识 但这些对于钟一勤来说 太过艰深 他感到难以理解 也无法参与讨论 这让他感到格外孤独和焦虑 钟一勤的不安 逐渐转化为对李荣福的严格监控 他开始限制他与其他女性的交往 害怕失去她 李荣福虽然觉得钟一勤的做法过于紧张 但为了顾及他的感受 尽量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然而 这样的紧张关系很快就显现了问题 一次 李荣福因为同学聚会晚归 钟一勤心中的猜疑和恐惧达到了顶点 他在电话中向李荣福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他15分钟内回家 李荣福无奈中带有尴尬地向同学解释 恰逢此时 一位女同学开了个无害的玩笑 为了这玩笑被电话那头的钟一勤听到 他误以为有什么不轨 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李荣福回到家时 发现钟一勤正躺在床上哭泣 他急忙解释 努力让钟一勤相信自己的清白 但钟一勤已陷入深深的不信任之中 两天内都拒绝吃饭 对李荣福的劝解不予理睬 甚至将食物打翻在地 不久后 更严重的一幕发生了 钟一勤在一次突访学校时 看到李荣福正与一名女同学交谈 即使只是普通的学术讨论 也激起了他强烈的嫉妒 他当场对那名女同学大发雷霆 导致众人围观 事后众多指责 让钟一勤羞愧至极 泪眼婆娑地逃离了学校 这些事件 使李荣福开始极其谨慎地处理 与女性同学的任何互动 以避免激起钟一勤的疑虑和愤怒 他对任何可能导致误会的行为 都避之唯恐不及 甚至正经的学术交流 也不敢参与 尽管这样 钟一勤的不安并未得到缓解 他仍旧频繁询问李荣福的一举一动 有时甚至偷偷跟踪到学校 检查他的行踪 李荣福的生活 逐渐变得难以忍受 他的爱情 原本应该是温暖和自由的港湾 现在却成了无形的枷锁 使他窒息 尽管同事们 劝他考虑结束这段关系 以免未来更加痛苦 但李荣福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他记得钟一勤在他最困难时 倾其所有的帮助 如果现在离开他 无异于背叛 李荣福坚持认为 钟一勤之所以这样紧张和多疑 完全是出于对他的深爱和害怕失去他 他希望一旦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一切会逐渐变好 终于 李荣福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进入深圳的一家大型医院工作 很快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 获得赞誉并成为科室的核心人物 医院甚至投资百万 为他购买了先进的科研设备 专注于白血病的研究 随着职位和薪资的提高 李荣福的生活越发稳定 一次 钟一勤到医院找李荣福 李荣福向同事们介绍他时 本意是表达自己的骄傲 和对钟一勤的尊重 然而 钟一勤误会了他的话 认为李荣福在贬低他的教育和社会地位 这让他感到十分受伤 回家后 他的情绪失控 哭闹不止 李荣福的劝慰无济于事 随后 钟一勤的不安和猜疑变本加厉 对李荣福的控制更为严格 任何女性给李荣福打电话 只要他知道了 就会大发雷霆 甚至不吃不喝 或者离家出走整晚 李荣福的女同事和同学们 也因此不敢轻易联系他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减少摩擦 李荣福于2002年10月 与钟一勤结婚 希望婚姻能让他安心 但结婚后 钟一勤的疑虑并未减少 他仍然对李荣福的一举一动 过分敏感 夜不能寐 担心他的忠诚 李荣福每天工作回家稍晚一些 都要面对钟一勤的连番盘问 这种沉重的爱 让李荣福感到越来越无法呼吸 他在工作和社交上 都变得极为谨慎 以免引起钟一勤的不满 然而 他清楚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不仅个人的生活将无法承受 就连他的职业生涯 也会受到影响 经过深思熟虑 李荣福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需要找到一种妥善的方式 既能解决当前的困境 也不至于伤害到钟一勤 他开始谨慎地计划 如何用一种天衣无缝的办法 来结束这段情缘 在2002年11月的上旬 钟一勤提议回老家举行婚宴 李荣福没有犹豫 立刻同意了 但他的心中 已经秘密酝酿了一个可怕的计划 到了11月15日 李荣福借助工作的便利 以进行动物实验为由 从医院药房 悄悄拿走了两种不同的安眠药 每种各二十支 接着 他又从血液兵房 取了十支安定计 这些准备 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婚宴 婚宴在村里举行 热闹非凡 李荣福和钟一勤的亲朋好友们 纷纷祝福 唱脸欢腾 在外人看来 钟一勤是幸福的 因为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 婚宴不仅是宣告两人正式成为夫妻的仪式 也是一种社区的认可 根据当地习俗 新婚之夜 需要吃酒酿蛋 以示吉祥 李荣福巧妙地在酒酿蛋里加了额外的盐 确保钟一勤会感到口渴 之后 他将三种混合的安眠药溶解在一碗开水中 准备好在关键时刻使用 宴席结束后 李荣福的母亲将酒酿蛋送到新房 两人吃过后不久 钟一勤便因为口渴 喝下了那碗 产有安眠药的水 他甚至还询问 为何水会有苦味 李荣福敷衍说 可能是酒喝多了 大约二十分钟后 钟一勤突然昏倒 失去意识 李荣福知道 药物已经发挥了效果 便将他扶到床上 假装一切都是因为 他醉酒摔倒造成的 他随即召来自己的母亲和兄弟 并告诉他们 钟一勤是因为酒精中毒而昏迷 当钟一勤的家人急匆匆赶来 情况并未好转 村里的赤脚医生也被叫来 尽管打了解酒针 但钟一勤依然没有苏醒 直到晚上九点 情况仍未改变 他们无奈之下拨打急救电话 将钟一勤送往县医院急救 不幸的是 尽管医生们竭力抢救 钟一勤还是在11月21日凌晨3点宣告死亡 面对钟一勤的离世 李荣福表现出了极度的悲痛 而钟一勤的母亲更是悲痛于绝 她一边哭泣 一边反复说着 荣福啊 你这么优秀 她真是没福气享受到你的成就 同时呢 要求李荣福赶紧地给钟一勤签筹丧事 李荣福泪流满面 情绪崩溃地对着母亲和家人们 表达了她的悲痛 妈妈 虽然我们刚刚举办了婚礼 可是我和一勤已经相爱十年了 您放心 我会办一个隆重的丧礼 将她安葬得体 我们先将她送往碧仪馆 做最好的美容处理 然后火化 把骨灰带回老家 为她建造一个全县最宏伟的目的 然而 钟一勤的哥哥和姐姐 却对火化的决定持有意义 他们坚持要进行尸检 以查明真正的死因 李荣福听后极力反对 情绪激动地说 一勤刚成为我的妻子 就离开了我们 我的心如何能承受 再次失去她的完整 作为她的丈夫 我有责任保护她的尊严 请理解我的决定 言毕 她借筹备丧事为由 匆匆离开了医院 李荣福离开后 却没有返回 钟一勤的兄姐更加怀疑 这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 他们前往于都县公安局报案 警方迅速介入调查 解剖尸体后 发现钟一勤的胃中 还有多种安眠药成分 初步判定 这是一起预谋的投毒谋杀 案发后 李荣福已消失不见 警方的调查显示 她离开医院后 直奔火车站 前往深圳 并在深圳与广州之间频繁移动 试图掩盖自己的行踪 在此期间 她还购买了一张假身份证 并在湖南某地租了一套房子 计划长期隐匿 2002年12月8日凌晨 专案组在多方面的努力下 最终在一次行动中 将李荣福成功抓捕 2003年4月15日 李荣福在看守所里 哭诉她的动机 我真的很爱她 她也爱我 但她的不信任和干预 让我无法忍受 我有我的事业 有我的社交圈 她的爱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我曾想过分手 但又害怕社会的指责 最终 我错误地认为 只有结束她的生命 我才能解脱 这段话透露了 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也揭示了这场悲剧背后 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纠葛 这起案件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其实夫妻之间的匹配 某种程度上 确实需要考虑到 门当户对 所谓的门当户对 并不单单是指 双方的财富相当 这个概念其实更深入地涉及到 两家人的价值观 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性 以及对世界的共同理解 在夫妻关系中 门当户对的重要性 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这里的门合户 并不是说 两人必须都拥有 相同的学历证书 比如都是博士 但至少在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上 应该有一定的契合 如果两人 在这些基础认知上 差距太大 就很可能会导致 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困难 而夫妻间的交流障碍 并不总是因为 学历或社会地位的不同 更多的是因为 没有共同的话题和兴趣 即使同处一个学历层次 或社会阶层 如果一个人喜欢的东西 另一个人却极度厌恶 这样的夫妻生活 也会充满挑战 爱情和婚姻生活中 信任和给予对方 适当的空间同样重要 如果在这些案件中 钟一琴能够更加信任李荣福 给他足够的个人空间 也许故事的结局就会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的问题 在亲密关系中 如何平衡爱与自由 信任与独立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